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TR 熟悉我们的朋友都知道 我原来做的是古画人物的复原 还有修复一些老照片 这次我们想尝试一个全新的挑战 做一下三星堆人物的修复 一个朋友刚从三星堆旅游回来 然后给我带了一个盲盒 然后我们给拆开看看 然后我们就得到了两个很可爱的玩偶 可以看到它们的长相还是很相似的 然后我们就可以给它做一个结合 然后看一下它们之间有什么共通点 然后以此来还原我们三星堆的这样一个人物的形象 虽然说我们没有时间去三星堆 但是我听说南京市博物馆有相关的 类似的人物面部的投影 我们一起来看看找找灵感 好 我刚刚从博物馆出来 又来到了南京市博物馆 我们进去看看有没有有用的资料 我们进去看看就是 我们下集完 我们下集完 83在大集合 大家坐下 我们下集插 我们下集合 我们下集完 有点资料 我们下集完 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台PC不仅在前期搜集资料的时候为我提供了比较大的便利 那么得益于它的触屏还有翻转设计以及性能的优势 可以让我在后期的创作过程中能更加直接地对于图片进行一些精细化的处理 和生成复原后人物的面部动态表情 让整个三星堆人面复原的工作更加高效 升华文明远远流长 三星堆更是其中是特别有神秘色彩的一个 作为一名青年 我想借助现在的科技手段 包括我自己的一点能力 能给三星堆带来不一样的一些尝试 或者说一点想象 那么借助这台PC 这台设备 还有这些科技手段 我也是对这段文明有了更新的认知 也是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对这段文明或者这段历史不一样的一些想象 这次做完修复之后 我对三星堆的兴趣是越来越浓了 所以迫不及待的要去那边看一下 好 这个假期我们相约三星堆